让我们掌声有请 英年早婚的庞博 大家好 我是庞博 我是玉琳哥的编剧 确实玉琳哥 玉琳哥是咱们喜剧界的前辈 这许玉琳哥我们也很独特 很熟悉 就是靠吼 我们也看过很多节目 现在看到他本人坐在这里 我都觉得耳鸣 我觉得他就一直这样戳我的耳膜 不过你们看他 虽然一副为老不尊的样子 但是其实你了解他本人 你就会发现他在工作上 其实更加不正经 就他之前策划过 很多那种整股明星的节目 你们看过吗 给嘉宾吃虫子 半夜打恐怖电话 这种东西 都是他发扬光大的 所以玉琳哥你今天来 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全场呢 有一张椅子是带弹射功能的 就是一按开关 突然就起飞那种 你猜是谁的椅子 别找别找 不是现在弹 等一会儿 等你放松警惕的时候 咱们聊一聊欧阳娜娜 感谢一下欧阳娜娜 因为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闹钟铃声 就是他那个 阿嬷已经走十年了 你清醒一点 我现在每天真的好清醒 娜娜的表演真的特别提神 娜娜虽然戏拍的比较一般 但是其实人家人缘特别好 每次都能跟男主角 炒一段CP 不过这个事我也理解 剧组是有分工的 别的演员是负责演戏 娜娜就是为了宣传戏 我都可以想象 每次戏一杀青 导演就跟娜娜说 娜娜 娜娜 开工了 接下来就靠你了 赶紧去微博上 演起来 开个姑娘灰 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 欧阳静 欧阳静我就不吐槽了 我也不是怕他听不懂 因为 玉林哥椅子的遥控器呢 就在他手里 一会看玉林哥放松警惕了 就可以让他起飞了 我们说说方文山 我听说方文山老师呢 一直最近几年 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广古风 文山老师 不是说长得像兵马俑 就有义务推广古风的 方文山还当过导演 拍过电影 你们看过他的电影吗 大家都说方文山的歌词 写得有画面感 哪知道他自己当真了 我写词都这么有画面感 那我要是拍画面 那得多带感 结果看完电影 大家都说 哇 这个电影不咋地 但字幕是真好看 张艺兴的微博啊 叫努力 努力 再努力 X 对吧 不知道为什么有个X 搞得跟个身份证号似的 不过 不过 据我观察 这些流量明星啊 每个人确实都有一些 神奇的经历啊 什么高烧60度啊 什么 你就感觉 不突破一点人体极限 都不好意思管自己 叫流量明星啊 张艺兴也是 采访里也说过 我为了准备新专辑 我连续十天没有睡觉 查了一下 吉尼斯世界纪录 十一天 一星 睡早了 下次看看欧亚娜娜的视频 提提神吧 能清醒一点 张艺兴平时还很爱学习啊 经常去听一些这种 经济学的音频课程 有时候还在下边提问 人家经济学家呢 也不理他 他就在下边留言 我是张艺兴 你理一理我好不好 我有几个问题 没有看明白 不到一个小时 好几千条回复啊 都是张艺兴的粉丝 在这骂他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冒充我们张艺兴 经济学家都看傻了 粉丝经济太可怕了 张艺兴啊 之前拍戏啊 刚刚VCR也放了 有人说是抠图啊 我看了看那个戏 确实抠得有点草率啊 还没有皮影戏自然 好几场戏 我感觉就站在背景板前面表演 然后贴一个地图 就天气预报 但是后来也说了 是剧组的安排 时间很多不合理 张艺兴 人家也是身不由己 被绑架的 艺兴 要是真的被绑架的 你就眨眨眼 不要眼睁睁地 看着被抠图了 但是准备这期兔头大会 我看了挺多网上的评论啊 我发现大家对张艺兴 其实真的挺宽容的 但是我觉得啊 确实是因为努力的人 本身就是值得尊敬嘛 我觉得以后的路还很长 也希望艺兴真的不要太拼 是吧 注意身体啊 多睡觉 少吃草 一直努力下去啊 谢谢大家 我是彭博 掌声有请 脱口秀监团的 颜值单 彭博 大家好 我是彭博 张老师 好矮 特别高 又来吐槽大会了 第三季了 你们看出我们节目 潜履技穷了吧 张老师为了给自己 多增加一个槽点 还跑去参加了一个健身节目 张绍刚 健身 谁想看呢 你们看过那个节目 有人看过吗 没有 张老师我这真设计了一个 他们回答看过之后的互动 用不上啊 我告诉你们 那个节目里张老师在干嘛 一个肥胖的中年人 拖着沉重的身躯 和不知道为什么永远有伤的腿 艰难的去翻阅各种障碍 怎么样 是不是听完更不想看了 简直就是把这种 人到中年的心酸啊 赤裸裸的展现在大家面前 就这种心酸 怎么形容呢 就好比是杨超越 四十多岁的时候 仍然在舞台上 一边唱歌 一边哭泣 一边跑调 台下是55岁的王建国 一边吸氧 一边吃药 一边给他疯狂打扣 杨超越唱到一半 还得擦干眼泪 跑下台 给建国叫救护车 要多心酸 有多心酸 但我觉得这一切啊 都没有李克勤先生 来杨超越的 吐槽大会心酸 李克勤先生 确实是老前辈啊 我看刚才他上场的时候 有观众都站起来 想让座 刚才在后台 我们也是见面啊 超越也很客气 站起来 来来来 洪志老师 来来做我这个 来来来 别客气老洪 来 据说洪志这首歌啊 是李克勤先生 当年条件很艰苦 趴在TVB 停车场的地上 写出来的 真的特别艰苦 你想一直趴着 腰很疼的 哇 我一抬起头来 看见旁边车里 还坐着阿渡啊 阿渡还笑嘻嘻地说 哎呀哎呀 李克勤老师 我应该在车底 不应该在车里 今天来的还有金城志 一个指挥家 之前还在知乎上 回答过一个问题 叫怎样防止触电 详细讲了一下 自己小时候摸电门的故事 这个行为呢 怎么说呢 就不太像正经音乐人 但你们看他指挥那个风格 一看就像触过电 我觉得你这个艺术 真的是来源于生活 体验派的一个指挥家 撒腻啊 不容易 今年才22岁 已经在演艺圈 摸拔滚打了 七年的时间了 泰国小李克勤 之前啊 七年有一个最大的成就 就是在黄子涛的 个人演唱会上 成功当选了 幸运观众上台互动 你们别笑 已经很了不起了 你想李克勤先生 努力了这么多年 不也只是做到了 跟偶像谭永林同台吗 所以散尼 我觉得我也希望你啊 祝福你早日 拜托杨超越 和黄子涛去组一个组合 人家是左邻又李 你们是左男又女 那到时候公共场合 是吧 到处都有你们的logo 杨超越到你了 别哭啊 你坚持一下 很快很快 今天啊 李诞没有来 很可惜 因为李诞这个人 其实很符合 101的选人标准 你想李诞这个人 杨超越的唱功 王菊的脸 撒腻的嗓音 压密的眼 我觉得这是真正的 全能艺人 我说这个段子之前啊 你们肯定无法想象 这四个东西 哇组合在一起 那得什么样是吧 现在想一想 是不是还有点可爱 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功 在创造101开播的时候 我看这个名字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科技小发明节目 我老觉得跟什么致富精啊 我发明是一个系列 我打开电视一看 哇一群女孩站在台上 跟集体背课文一样 我们将由你们创造 你们是啥还是 一百多个人工智能嘛 听说啊 听说杨超越走红之后 他的母校一位老师 发过一条声明 说咱们坚决不能再宣传了 学校的声援已经很差了 不能再招到杨超越 这样的学生了 我看到这个声明很气愤 说的这是什么话 这是什么老师 再一看音乐老师 我就说的有道理 都说杨超越爱哭啊 但是我觉得 人家一个二十岁的姑娘 爱哭嘛 至少证明人家活得很真实 这就是赤子之心嘛 所以杨超越啊 我在这儿我也希望你 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谢谢大家 我是彭博 来 欢迎我们田里的彭博 热搜 大家好 我是彭博 还是自己家的节目好 虽然破 但是破得很习惯 录了这么多期 吐槽大会最紧张的一次 坐在范田田小姐的旁边 总觉得马景涛又回来了 范田田 我最开始认识她 也是看那个破节目认识的 就是表演非常有穿透力 虽然隔着一层屏幕 我总觉得她能喷我一脸 吐沫星子 我跟你说 就是我看视频的时候 我都会尽量避免跟她对视 我就感觉 一有眼神接触 她就能从屏幕里出来 插着腰指着我 骂我看什么看 就这种表演的穿透力 仅次于真子 而且范田田 人家名字很好 虽然人跟名字不怎么像 但是她刚才在跟我解释 说胖博 我跟你说 我这个甜你会写吧 是一个三点水 加一个田净的甜 田净能晓得吧 形容词 形容女孩子很文静 很温柔的 我们上海女孩子 不会大声讲话的能晓得吧 我能软语 很文静的 聊了一分钟 聊了我一脸 不隔着屏幕 确实不太行 今天来的还有杜淳先生 最近他也参加了几个综艺节目 我看评论都很好 说杜淳演技精湛 我觉得网友夸人 也挺好玩的 人家上个综艺 你们夸人家演技好 那要夸鲍贝尔怎么办 是不是夸他演戏 演得特别有综艺感 我演什么都跟闹着玩似的 而且杜淳演技精湛的同时呢 刀法也很精湛 可谓是当代刨钉 他们这个插刀轿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大家去了解一下 人家当事人两个人 已经兵士前嫌了 插刀轿还在富于顽抗 那剧组都杀轻了 反派还没有放弃 硬演 插刀轿 宝刀不牢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轿 你去看分工很明确 教主杜淳运筹帷幄 轻易在网上不说话 护法黄爵 冲锋陷阵 天天怼网友 维瑟黄爵在网上 跟网友怼急了 直接跟人家约架 说我现在就在横店 什么什么酒店 哪个哪个房间 你来找我呀 太冲动是吧 你说你这万一真打起来 给你一曝光 杜淳肯定第一时间发微博 兄弟 男人点 赶紧给人家网友道歉 新闻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 网友制斗插刀轿 教主挥泪斩护法 罗家英老师 确实是老前辈 我真的是看他的电影长大的 虽然我主要是为了看周星驰 顺便看到了他 但是老先生刚刚还给了我 一些人生忠告 说年轻人啊 一定要少说话 多做事 我真的很难想象 这句话是罗家英先生说的 而且罗家英先生 跟很多周星驰电影的配角 一样离开星爷之后呢 也没什么好作品了 宝贝尔就不太一样 跟星爷合作 也没能救得了他 不过宝贝尔还是很独特的 我看过很多演员 我觉得所有的演员里 只有他演的王宝强最像王祖兰 当然他演戏的态度很认真 当年他为了演星爷的电影啊 专门一个人跑到香港 去跟星爷长谈了五个小时 你看 不仅浪费星爷一个角色 还浪费星爷五个小时 而且宝贝尔之前开火锅店啊 就曝光了嘛 说把这个注水的牛鞋 当成鸭鞋去卖 他发的这个声明也很有意思 说是供货商出了问题 自己也很震惊 震惊 那感觉就是 诶 我这次怎么让人发现了呢 没事没事 谁不犯点错 宝贝尔没事 知错就改嘛 血虽然不是你的血 但锅肯定是你的锅 还有之前 宝贝尔去虎扑这个网站 宣传自己的电影 被虎扑网友一顿骂 就差沿着网线 直接怼到鲍贝尔家里了 后来他也道歉了 包场请了好多网友来看电影 结果被骂得更惨 活该 哪有你这么道歉的 你说是吧 人家骂你 不就是因为电影不好看吗 你倒好 对不起 我错了 我请大家再看一遍 而且听说鲍贝尔圈那人员 真的非常好 就是跟谁谁都特别熟 而且有一个规律 就是对方越红越熟 刚刚范田田还说呢 他们一起路过好几次节目了 刚刚遇到的时候 还是彬彬有理 形同陌路 但是第一次跟张艺兴见面的时候 就不一样 当场就放话 你新专辑又买300张支持你 好不好 节目一结束 马上就买 按价格排序 最便宜的来300张 最后买的还是盗版 包贝尔 你破坏的不是你跟张艺兴的友谊 是知识产权 但是包贝尔把演戏这件事情 一直看得很重 人家是一个演员嘛 当时港炯这个电影 反响不是特别好 发布会上导演 还让他当众去读一些网友的恶评 读着读着就两行热泪 泪流满面 你看我觉得他演技没有任何问题 说哭就哭 真是发布会影帝 而且包贝尔从龙套 一直演到男一号 到自己做导演 虽然拍出来的戏 确实都没法看 但是你的努力呢 我们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了 当然我也相信 并没有任何人放在心上 谢谢大家 我是方波